内湖科学园区经过二十几年的稀离 产值年年提升 吸引超过十万人就业 人潮涌入加上内湖房价比周边大值 送三便宜 让内湖房价交易量都维持在前三名 根据北市地震局统计 2018年交易量比前年增加9.56% 主因除了内科人增加外 科技业工作变动大 跳槽速度也快 可能短短三到五年间 买了房又卖了房 导致区域交易热络 而内科上班族在通勤一阵子 收入稳定后 大多认为与其付房租不如缴房贷 让低总价小套房产品相当热门 约700多万元就有机会入手一间 放眼南港周边房市 中山区的大值松山房价都比内湖高 即使沿着捷运文湖县买便宜房 也只有文山区的房价比内湖亲民 内湖推案产品多元 豪宅到小宅都有 壁湖首拍有内湖最贵的 秦美仆真壁湖畔 壁湖公园周边也有一房小宅案 向蹄湖等案陆续进场 捷运内湖站周边有有座军座 另外东湖有竹城有乐丁 及富贵庄园 虽然趣味不是最好 但房价最便宜 在自助市场中依然吃香 建案销售状况都相当不错 老燕 怎么能不看苹果台 苹果台全新上线 6月18日参考看看 明天 明天 明天